至於港股方面,交通運輸部等監管部門昨天約談了滴滴和美團等11間網約車公司 要求他們糾正違規行為,中國互聯網股昨晚在美國ADR市場出現獲利回討的壓力 在美國非農集數據公布之前,投資者偏向官網的態度 我們預計港股今天會區間上落,恒指初步支持位在20天線,大約25,875點左右 昨天港股通的淨流出擴大到6.26億港元,其中拋售集中在陽明生物、港交所和美團 另一方面,快手昨天第一日納入港股通,錄得4億港元淨流入 另外港氣也錄得2.74億港元淨流入 而港氣,中期業績必然參差,但集團計劃為電動車品牌引入戰略投資者 最終目標是分拆的 預計將會成為價值從股的吹發劑,可以趁低收集 至於各股推介方面,我們今天會說中交件1800 中國8月的官方製造業PMI下跌0.35%,連續5個月下行 而非製造業PMI下跌5.8%至47.5%,重回50個景氣線下方 經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,我們預期逆周期的政策將會加速推出 在8月底的時候,專項債發行已經開始增加 加大了基建投資的支持力度 利好基建股,例如中交件 中交件上半年收入按年增長38% 而正利潤方面增長88%,符合之前迎起的預測 上半年新簽訂單價值6800億人民幣左右 按年增長29%,顯示在手訂單儲備充足 中交件現時估值2.8倍,12個月預測時盈率 低於過去3年平均的3.6倍 我們有目標價5.5,指示價4元 謝謝 上述海基分析原為證監會持牌人士 低屬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從事相關受規股活動 其及或其有聯繫人士並沒有擁有上述有關建議股份 發行人及或新上市申請人資財務權益